今天呢,很高興我們到 這邊是哪裡? 迷你倉 對,這邊是迷你倉 那迷你倉主要是做什麼呢? 倉庫出租 一口同聲 倉庫出租 這邊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地方 以前台灣沒有這種地方 那後來那個 史密斯後來 來學網路行銷的一些方法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台灣有這個產業啊 而且是剛引進來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帶大家去 一起去參觀一下 這邊的倉庫 好嗎? 好! GO! 這邊是迷你長板橋店 我是Tim 我是阿米 今天就由我們來幫大家介紹 我們迷你長板橋店 首先進出的都是由 我們有24小時能進的設計 那我們都可以用悠悠卡 或是現在iCache有2.0都可以用 請進 哇 前門這個部分會準備推車 這個是可以公公公使用 也有各式高度的梯椅 更高的這個移動式的這個200部分高的梯椅 廚師機 好 這個櫃椅是我們的中型櫃 它門寬就是120公分 然後深度是240公分 高度是200公分 可以看一下 哇 所以這可以放什麼呢? 看你要放家裡的衣服 或是你有家具啊 然後像我們有一些客人 他是會放玩具收藏也有 哦 對 不管你要放什麼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放微鏡品 那機車也可以嗎? 機車也可以 哇 機車也可以放在裡面 只要它彎的進去的話 就可以 你如果放進去的話 都沒問題 哇 好棒 那如果是以一般標準箱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70箱 什麼叫標準箱 這就是我們迷你長的標準箱 那它是35x37x47 那它這個都是有加厚的 而且兩邊是它有提板 有沒有設計這個幾把 對 那你拿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標準箱 是可以讓我們先拿回家 裝東西的意思嗎? 也可以 然後再翻過來 直接放到箱子裡面 是的 總共可以放幾箱進去 70箱 如果以剛才這個櫃子來說的話 比較特別像我們有放收藏玩具 然後還有放油畫 然後或是放網拍的衣 網拍的東西都有 因為他們每天這樣進出都很方便 那我們可以來做代收的地方這樣 像我們這邊呢 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客戶 可以過來照一下裡面 哇 草鞋 為什麼 是非常的亮 而且你看 草鞋的話 這就是它的創業品 那像我們這個櫃子的話 就很適合很多網拍的創業家 或是親創的 屬於青年親創的部分 它都可以作為實用 它裡面它還可以辦公 做一些每天工作的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等於說它可以 它可以在家裡上班 然後偶爾想要來這邊 辦個工也可以就對了 也可以 而且它的 它網拍的貨品 它就不怕它都歸在家裡 像它貨品可以馬上放在這邊 那它可以直接在這邊用電腦辦公 數量那些存貨 其實它都可以抓得準 那它如果要寄貨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每天都有代收 像大榮貨運 或是便利帶那些都有代收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不用把東西拿去郵局自己寄嗎 對 它只要一通電話 那個代收就會過來收 哇 那這樣網路創業真的很方便 對 而且可以節省很多錢跟時間 嗨 哈囉 哈囉 整理東西嗎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比較窮 所以說上櫃 哈哈哈哈 好 上來看 因為我們店裡比較小 我們是在做咖啡店 然後 就是可能會放一些廚藏 一些生豆 然後可能再帶到我們店裡去烘焙 跟工廠 然後還會放一些死人的用品 這樣子 對 因為這邊其實還蠻高 蠻輕的這樣子 它空間也比較夠 而且它沒有人會幫我們代收 這樣子 咖啡咖啡 對 我們在南港那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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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您這個貨梯好大喔 對 我們板橋店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貨梯 那它進出的話 像我們有很多 搬家暫存的客戶 它有很多大型家具 不管你是雙人床 然後三人四人沙發 它都可以輕鬆都可以擺得下 3.5個人貨車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裡面 一次就可以運上來 直接入到場口 對 所以現在這邊是第三 那我們從四樓坐下來 這邊的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卸貨區 就是比如說搬家站住 或是你有比較大量的貨門 要進出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比較近可以進來貨區 喔 那 那 像這邊也有客人在過月中 這裡可以零點一小時 零點一小時 零點一小時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的臨時評測區 好 像我們上面都有掛牌 就是說就是我們的臨時評測 在這邊挺好吃之後 其實客梯就很近 然後彎個彎進去就可以做 有四台客梯 我們可以直接達到四樓 那上面這個就是我們的蝙蝠畫 logo 那其實 這個叫蝙蝠畫 對 那就是其實我會知道這個概念也是我們盧總 Smith 他就是有跟我說 就是他希望這一次的繁複廣告 可以這樣設計 那其實在這個設計過程中 就是要不斷的溝通 跟揣摩 就是經過的客人 他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這樣的蝙蝠廣告 會有怎樣的想法 那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設計起來的話 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想要家裡的裝潢已經老舊了 想要重新裝潢 可是呢 室內設計師叫我把東西全部都丟掉 然後我上網找了一下 有沒有這種可以家具佔存放 裝修佔存放的一個倉庫 就很遺憾的 全部都是在林口 或者是基隆 這些物流倉儲 然後這些聽說這些物流倉儲 它的環境不是很好 頂多就是用棧板 它上面擺放你的家具 然後用這個塑膠的透明 包膜把它捆綁起來 那聽說放了兩到三個月 因為潮濕的關係 你的家具 或者是你收藏的書籍 就會潮濕而壞掉 因此呢 就是因為這個痛點 我自己有需求 我發現居然國外 有這種所謂的這種 Self Storage 就是迷你倉庫這個行業 而且已經在 已經發展40年了 於是呢 我就很好奇的 這個上網去研究 它的一個商業模式 那因為研究的越深入 越透徹 於是興起了 激發起我想要把這個行業 帶入到台灣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台灣會有這個行業 我可以說是 當時我是站在這個 使用者的一個角度 來看這個行業 認為台灣理論上 應該要有這樣一個 可以放家具佔存放的一個倉庫 來給所有 舊屋裝修的客戶 有一個短期二到三個月的一個 一個禮食倉庫 在迷你倉 我們有25個行銷方案 那每一個員工呢 都要認一種行銷方案 而且持續每一季度 要反復做 重複做 一直做出效果 效果為止 而在牛奶爸的這個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課程裡面 我們就擷取了裡面 至少12種 應用在我們公司的行銷方案上面 迷你倉的網路行銷 基本上是由三個團隊所組成的 那第一個團隊呢 是他們第一線的客服 他們負責在收集客戶的 需求問題與渴望 以及客戶的習慣和嗜好 那第二個部門呢 是一個大數據部門 他們負責將第一線 所收集來的一個資訊 做市場分析 跟客戶消費者的使用調查 然後也擬出行銷策略方案 第三個部門呢 就是網頁設計部門 他根據大數據策略部門 所提交的這個文案發想的方向 他去製作網頁的文案 美工以及影片 因為我非常注重數據分析跟邏輯性 2012年的時候 我認識牛奶爸去上過他的課程 後來他推廣 推出了網路行銷懶人包的課程的時候 我很仔細的去看他所有課程內容的架構 我發現是一個非常具備邏輯性的 一個完整性的課程 像牛奶爸裡面 有一個叫做SEO進階課程 我相信這是很多搞網路行銷的從業人員 都想要學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不會架網站 你今天不會寫文案 你今天不懂的 什麼叫做關鍵詞 我相信你學SEO也沒有用 也不會發揮出他應有的效果 而在牛奶爸的課程裡面 他就是有將這些網路的關鍵字的操作 或者是說如何架設一個網站 如何寫文案 甚至還提到說 一些比較專業的事語 像Mega Title Mega Content Mega Keyword 他都有在這課程裡面 內容都有非常詳細的解說 以及看圖說故事的一個 教學 讓你一步一步的去學習它 所以說牛奶爸的網路行銷奶能包課程 它是非常的具有邏輯性 而且是非常完整的 我非常推薦大家去上 我在迷你倉呢 這個已經在這裡待了七年 我發現說有人的地方 就會需要迷你倉 而有人的地方就有網路 所以只要能夠透過網路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迷你倉的生意 那經由牛奶爸這個網路行銷八點檔裡面 學到了以及我們上了這些課程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透過網路 我們可以如何去跟這個網路上面的客戶 溝通 然後甚至呢 就是引發這個客戶的這個需求 然後讓他能夠來租我們的倉庫 嗨 我是在迷你倉 就是負責網頁設計跟還有一些圖片影片 這些方面的工作 那其實我本身不是學這個的 那在進來迷你倉工作 現在兩年多 那其實就是不斷的要增進自己的能力 因為雖然說 我們現在的臉書跟Facebook很流 臉書跟LINE非常的盛行 對 那但是我們不敢保證說他會被淘汰 在奶爸的課程中我學到很多 那像我之前在經營臉書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我就是一味的投廣告 我就是要宣傳我的產品 我要讓人家 我要去行銷我的迷你倉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就是看到奶爸有一篇文章 他就說其實我們在粉絲團 還有LINE8生活圈 並不是就是我們要拼命的賣我們的東西 因為客戶討厭被推銷 所以其實我們是要在上面 可能是跟大家分享迷你倉的一些有趣案例 對 那這樣子他們會去尋找跟他們類似相識的客戶 那會引發他們對迷你倉的興趣 對 那其實就是我覺得 奶爸的課程真的 可以運用在生活上很多 對 那像還有蘭勾勾 對 我們迷你倉也有蘭勾勾喔 對 真的喔 對 我們申請到了 就是粉絲團的話是灰色勾勾 那我也是就是看了奶爸 他有那我也要有 對 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就是蠻謝謝 對 謝謝你們爸 感謝你們 我還有一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你所渴望的未來 你所渴望的未來 已經早就在那邊等你了 只要你願意加入牛奶爸的網路行銷奶人幫 每天持續的去研讀 持續的去做 然後透過反覆的一個檢討 反覆的這個執行 檢討越多 進步越多 我相信 未來就是你 謝謝大家 我們會不會倒閉 好 我會不會倒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